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 在2018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那么世界首富Elon Musk 也就是特斯拉和SpaceX的创始人 曾经说下了一段著名的言论 那么他说呀 人工智能要远比原子弹更加可怕 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 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么人们都认为 人工智能究竟有多危险 那么究竟会比原子弹还要可怕吗 那么相信啊 对于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 人们也是见仁见智的 那么很多这个科幻题材的电影 也都对此有过非常深入的讨论 那么作为一个科幻电影迷啊 那么凯奇在这里面呢 可以给大家推荐两部 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电影 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那么其中呢 一部是我机器人 不是我是机器人的意思啊 这部电影的名称呢 就是叫做我机器人啊 那么讲的是机器人 人工智能觉醒的故事啊 那么主演呢 是美国的黑人影星 威尔斯密斯 那么另外一部电影呢 是异形的前传 叫做普罗姆休斯 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 人类啊 开始探寻人类的起源啊 那么但是呢 在探索人类起源的时候啊 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啊 反而那么想要去这个取代人类 成为这个下一阶段的智能生物啊 那么出现在这个地球和宇宙当中 这也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科幻题材的电影 那么关于这些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啊 那么小伙伴们如果要是有兴趣 或者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呢 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当中可以讨论一下 那么作为一个国际象棋的起手 那么在这期视频当中呢 我们将会一起来讲解一盘非常有意思的对局啊 那么就是在这个2017年年底的时候 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 Alpha Zero和传统的呃 国际象棋引擎stockfish之间的一场大战啊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 这个Alpha Zero和stockfish有什么不同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stockfish stockfish呢 是雪鱼的意思啊 那么呃 虽然它的名字叫雪鱼 看上去人畜无害啊 但是呢 它却是一段时间以来最强的开源国际象棋电脑软件啊 那么非常非常的强 它的这个呃 国际等级分啊 预计可以达到3300分左右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啊 那么这个stockfish啊 或者是雪鱼呢 采用了传统的这种蒙特卡罗方法啊 来计算下棋的这个棋招啊 那么哎 别问我什么是蒙特卡罗计算方法啊 那么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只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名字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 可以这个也在评论区走一波啊 或者弹幕走一波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Alpha Zero啊 那么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 Alpha Zero呢 应该说就比较独特了 它不是这种传统的这种以计算术计算招法 来这个寻找最好招法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引擎啊 而是一个人工智能 那么这个计算机科学家呢 没有给他预先输入任何的对局 只是呢 在他的程序当中呢 预先输入了国际象棋的基本走法 那么并且啊 让他跟自己下棋 那么也就是说 像是这个金庸小说当中 周伯通一样啊 左右互博数 左手跟右手下棋啊 那么在四个小时的自我对异之后啊 那么这个Alpha Zero 不断的通过自我对异 来复盘 调整自己的这个下棋的棋翼 那么在四个小时之后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并且呢 这个在一千盘棋的这个 和Stockfish的对战当中啊 获得了胜利啊 那么可以看出啊 这个Alpha Zero呢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新型的电脑引擎的 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啊 那么 在很多特级大师啊 看了这个Alpha Zero 和Stockfish之间的对战之后啊 那么大呼过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Alpha Zero下棋起来啊 并不像传统的这种隐形一样啊 那么 而是另辟蹊径啊 那么下棋呢 就像是这种 意大利古典浪漫主义学派的 这样的一个棋手一样啊 那么他在下棋当中啊 不惜与棋子 然后来取势啊 那么 去弃掉自己的棋子 来寻求公式 并且呢 寻求对局面的控制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么对于这种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Stockfish来说啊 它是比较倾向于这个 呃 喜欢用围棋的术语来说啊 就是比较喜欢实地的 比较喜欢这个实实在在 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棋子的分值的啊 但是呢 在Alpha Zero的这个对局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Alpha Zero 有着天马行空一般的想象力 并且呢 想要取 为了取夺 这个整个全局的优势 甚至是适用力啊 不惜于一再的 弃掉自己的棋子啊 那么 这就使我作为一个棋手啊 来想到 也许Elon Musk是对的 也许如果真的啊 在若干年之后 人工智能真的觉醒之后啊 那很有可能 他为了这个帮助人类啊 那么帮助整个人类的发展 有可能会牺牲掉一小部分 他认为人类发展不太需要的 这个所谓的人口吧 那么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啊 我也是开始慢慢动摇 觉得人工智能过于发展 也许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 那么也许未必 我这话子应该怎么说 我现在逻辑就已经有点混乱了 可能是有点害怕了啊 也许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对于人类本身来说啊 并不是一个呃特别好的事情 当然呢 这个这个结论的话啊 现在来发表还是为时尚早啊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呃在评论区里来发表一下 你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看法 那么并且呢 跟我一起来看一看这盘对局啊 那么在看完这盘对局之后 也许呢 你从国际象棋的角度上啊 可以对人工智能的思考模式 有一个新的认识啊 那么这盘对局呢 同时也是我们呃最新的课程啊 你必须知道的20盘经典对局当中的其中一盘啊 那么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盘20盘对局的最后一盘对局 那么我想呢 用人工智能的对局啊 来对这一系列的课程做一个收尾啊 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盘对局是怎么下的 那么啊 α0在自我学习四个小时之后啊 那么看一看和人类棋手啊 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这个招法究竟有何不同 好 那现在呢 让我们一起来开始进入到这盘对局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呢 α0直白走了第一步马到F3 那么stockfish直黑第一步走了马到F6 白旗C4 B6 D4 E6 G3 向A6 那么双方呢又走成了新印度开局 或者英文当中呢 我们叫做queens indian 那么向A6这个招法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呢 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我们在之前这个保加利亚 斗士啊 托帕洛夫的那盘对局当中呢 黑旗呢走的就是向A6 白旗托帕洛夫呢走的是兵到B3啊 冲兵来保护自己的C4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呢 α0走的是后到C2 用自己的后来保护住自己的这个C4兵 也是可以的 那么黑旗呢在这个局面当中冲兵C5 因为白旗的后呢已经离开了第1了 所以呢黑旗啊 想要冲兵C5来动摇这个第4兵 那么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冲兵第5 黑旗ED 白旗CD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第5兵实际上是一个毒兵 黑旗呢是不能接受这个兵的 因为如果要是马B5 直接后翼四将军啊 将军的同时要抽你的这个第5马 那如果你要是马一旗回去的话 A8车还要被吃掉啊 那你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也不能够抓死我们的后啊 所以白旗呢吃了车 下部就可以逃跑了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旗呢是不能够吃掉这个兵的 那么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回向到B7啊 先回向准备吃死这个第5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实际上呢 白旗就是一个弃兵的变化啊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骑手啊 不谋而合 实际上这个下法呢 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过啊 包括前世界冠军卡斯巴罗夫啊 就走过这样的一个弃兵的变化 那么白旗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上向到G2啊 是一步好旗 弃掉自己的第5兵 快速出子 然后呢 想要去这个 给黑旗一些压力 然后控制住中心 向到G2 黑旗呢 马吃第5 接受这支兵 白旗先让自己的王走好 短一位 黑旗 马跳到C6出子 白旗呢 车第一抓马 黑旗呢 向一旗置之不理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向一旗实际上没有去保护第5 但是呢 这个第5马呢 却是在被暗中保护的 因为如果白旗要是车第5的话 黑旗呢 可以走马逼四 踢车的同时还踢后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旗就多子了 所以白旗呢 在这儿是不能吃马的 那么对局当中 后到F5 α0呢 上后到F5 去进攻对方的这个第5马 那么黑旗 马到F6 白旗 冲兵E4 黑旗G6 抓白旗的后 白旗后到F4 黑旗 短一位 白旗 冲兵E5 黑旗 马到H5 白旗呢 后到G4 到目前啊 前15步当中 双方走的还都是 普招 虽然呢 这个 α0的这个程序当中啊 没有任何的 这个输入人类 骑手的对局啊 但是呢 经过它4个小时 不停的自我对异啊 那么也发展出了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 奇异的理论 那么 那么在前15步当中啊 到目前为止啊 那么人类骑手 也不止一次啊 我的数据库当中 几百盘 在后继4之后 所形成的这个局面啊 所以可以看到啊 这个人类骑手 和电脑啊 实际上是殊途同归 那么都走成了 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区别是呢 人类骑手呢 是不断的依靠 前人的经验 不断学习前人的经验 然后 走 这个 把总结前人的 这个对局和招法啊 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开局的思路和体系 而α0呢 是自我不停的对异啊 那么 通过4个小时 自我的对异 然后也能够到达 到达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在后继4走完之后啊 那么率先变招的啊 是这个黑企 stockfish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企走了 车道一巴啊 那么 实际上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黑企 人类骑手 走的最多的两种招法呢 分别是后到B8 躲开 或者是直接冲兵到第5 因为毕竟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继4之后 白旗呢 正在威胁对方的第7兵 所以后到B8和第5冲起来 对于人类来说呢 是感觉上是更合理一点的啊 那么对局当中呢 stockfish啊 走了一步 车道一巴啊 那么顺便说一下啊 那么 在这盘对局下棋的时候呢 是2017年 当时呢 最 当时这个谷歌公司 使用的stockfish呢 是stockfish8 但是现在在我们录制视频 2022年的这个8月份的时候啊 那么呃 现在最新的这个stockfish 已经到了stockfish15了 血鱼15了啊 应该说已经 这个跨了很多代了啊 应该说现在的stockfish是更强的了 那么车道一巴 我们继续来看 白旗呢 走了马C3 还是出子 不为所动 因为现在第7兵虽然可以吃啊 但是 无论是后吃和车吃都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车吃第7的话 黑旗在这儿 简单的后C8 躲一步后 就把你的这个斜线给吊住了 那我们会看到白旗的车 虽然走到了第7 但是现在动弹不得啊 非常难受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车第7啊 不是最好的啊 甚至啊 我觉得如果我下的话 我有可能走向到C8 那么 向到C8之后 就会有一个快速的 一个后的交换 那么在车第8 相机4之后 我觉得 黑旗气还了这样的一个兵 但是呢 白旗在这儿什么也得不到啊 应该就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甚至是黑旗更好 因为白旗出自比较慢 所以呢 在这个车一巴走完之后啊 Stockfish邀请 Alpha Zero去吃掉这个第7兵 但是我们会看到啊 这个Alpha Zero是非常强调 去控制局面的啊 那么他不会以 一城一地的得失去计较啊 那么在这儿 他没有去吃第7 而是走了马C3 快速出自 那么对局当中 黑旗后到B8 那么继续的放弃第7兵 来威胁义武 但是呢Alpha Zero的答案是马到第5 还是不去吃兵 而是继续的去取得攻势 把马跳到对方的中心去 那么对局当中 黑旗呢 回向到F8 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E5是不能吃的 因为马E5 马E5 后吃E5的话 马吃E7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闪击战术啊 那么白旗的像呢 就要把黑旗的白个像吃掉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 马D8走完之后 黑旗呢 先退 向到F8 那么白旗上向到F4啊 保护自己的E5 并且呢 加强自己的这个局面 那么在向F4走完之后 如果黑旗要是马吃F4的话 实际上是坏旗了 因为你的马呢 离开了H5 不能够起到对F6的保护 那我们马F6 直接跳进去将军 比如说你要是王走开 那我们最简单的GF吃掉啊 那么这匹马非常的厉害 随时吃你的E7 并且呢 还有这种后H4 杀H7的威胁 那所以 在向F4走完之后 黑旗的H5马不敢动 黑旗呢 走了后C8 保护自己的D7兵 同时啊 又准备走D6啊 去强制的换后啊 那么 呃 到目前为止 18步棋的时候啊 我觉得这个stockfish啊 下的有点 这个有点 偷鸡取巧啊 那么这两步棋 前面的车E8 和这部后C8 都是基于小战术的计算啊 那我 我个人觉得啊 包括很多这个 特级大师们啊 国际象棋的爱好者 和评论员 呃这个 在看这些对局的时候啊 认为 谷歌公司为了体现 alpha zero强大的实力啊 并没有给这个stockfish啊 用最强的硬件啊 所以这就导致了stockfish 在这些对局当中 往往走的招法 都不是那些 特别正的招法啊 往往都是感觉一些 比较取巧的招法 后到C8啊 就是流于表面的招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到C8的这个思路啊 比如说白旗啊 要是走一步 举个例子啊 走步莫名其妙的A3 啊 那么黑旗在这呢 马上就可以走D6了 就是一步非常好的招法 因为你异地不能吃 对方吃着你的祭祀后 那你如果想吃D6 就只能先换后 但是在后C8 车C8 异地之后 虽然呢 白旗可以吃回 自己的这个弃兵 但是比如说黑旗车D8之后 就会把这个D6兵啊 给抓死了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D6兵孤军深入啊 那么并不能够呃 给白旗带来太大的好处啊 比如说你现在D7 那我车D7吃掉 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没有马F6闪将 我马F6吃掉呢 又是一个这个对D7的兵的保 D7车的保护 那如果你要是向H3的话 别忘记我们还可以F5 总之呢 如果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旗成功的冲起D6啊 那么在换掉后之后 那么这个D6兵啊 就是一个这个冲的太靠前的兵 反而会被吃掉 所以在这的时候啊 那么后C8走完之后 那么这个α0走出了一步 非常厉害的招法 他走了一步H3啊 看上去漫不经心的一步招法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招法 那么保护住自己的G4 来限制住对方的这个 这个D6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α0的招法 完全就像是一个人在下棋 不像是一个电脑啊 那么他看到了对方想要走D6 所以呢 他不让对方走D6 这完全是人类的思维啊 那么冲冰H3 如果对方走D6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异地 因为前面H3已经走完了 我们可以保护住自己的后 在后吃G4之后 我们就HG啊 可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获得非常好的局面 比如说马到F4 我们GF 你又来不及向吃D6 因为我们有马F6和马C7 双重的威胁 所以H3 不让对方走这个D6啊 那么对局当中的黑棋 回马到一期 想要去换掉白棋 中心的这个铁马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这个α0又展示出了 自己高于人类的 这样的一个耐心的特点啊 我相信在这个局面当中 观看我们视频的骑手们 99%的骑手啊 我可能不会说100%啊 99%的骑手 也许在这个局面当中 在实战当中 你可能第一优先考虑的招法 是马到F6 哎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是不是啊 是不是很多人都要在这走马F6 因为这部棋呢 看上去 这个 太正了 太自然了 因为在这的时候 我们白棋拥有了中心 然后白棋想要去进攻对方的王 对吧 那么要抓紧时间 因为毕竟对方多着多着一个兵 所以我们要赶紧抓紧时间 要攻王 所以如果你要是弃了兵 然后或者弃了子 不去抓紧时间攻王 一旦让对方的子力舒展开 那我们的攻势就没有了 那我们的局面就会变差了 这是我们这个人类骑手 依靠自己的知识 和依靠自己的积累 经验的积累啊 会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总会受到自己的这个 呃 经验和知识啊 那么的这个影响啊 来做一些决定 但是呢 有的时候这一类的决定啊 可能并不客观啊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 在这的时候 白棋可能马上就想动手 比如说马上马到F6啊 那么给对方制造威胁 非常积极 看上去非常积极的一步棋 但是在马F6EF之后 对方马跳到F5 虽然你有一个兵走到F6 走到对方往前 但是然后呢 再进一步呢 你怎么进攻呢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恐怕白棋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 黑棋随时走第五 把自己的局面走得非常的硬 非常的结实 而且举个例子啊 你要是走车C8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两步棋的时间 对方就把你的这个后给捉死了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这的时候啊 你直接进攻 反而不是一步好棋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所有的人类啊 都生活在偏见当中啊 你 你的任何想法 你的任何的这个决定 都是基于你自己的这个经验 以及基于你平时积累的这个知识和信息 所以我们人类做的决定 往往都是依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来做的啊 那么但是呢 我们的认知往往并不客观 那么在这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我第一次看这个局面的时候 我在想 为什么不走马F6去进攻 我相信呢 大部分看齐的同学或者朋友们 跟我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啊 但是在这个局面 你深入挖掘 就会发现马F6实际上是不好的 那么在这的时候啊 这个AlphaZero非常无比的这个耐心啊 回马到E3 这步棋呢 也是一步非常好的招法 那么先去避其锋芒啊 然后呢 这个继续的叙事啊 那么继续的叙力 为之后的进攻啊 那么做准备 这步马E3应该说就是主动的避免兑换 是非常有水平的一步招法啊 那么在对局当中 马E3回来 并且呢 继续的这个施加对D7的威胁 而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子力也不好动 黑棋呢 上向到C6 保护自己D7兵的同时呢 准备可以让自己的后 随时走到这个B7格子上 那么在这的时候啊 白棋接下来的这几步棋啊 又让我觉得这个 这个AlphaZero的思路啊 完全是这个高于人类的啊 并且呢 打不断的挑战 我作为一个棋手啊 这个从业大概30年左右的棋手啊 那么这个挑战我的这个下棋的认知啊 那么对局当中 他走了车第六啊 这步棋看上去是一步贤棋野子啊 那么并没有对对方有任何的威胁 因为虽然你的车走到第六去 但是对对方并没有任何的太大的威胁 而且反而呢 可以让自己的车走到了对方的巷子 这个威胁之下 我相信啊 我们很多人类棋手应该不会走这步棋 因为毕竟对对方没威胁 反而呢 还有一个自己潜在的问题 人家马随时可以跳开威胁你的车啊 但是AlphaZero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车走到这儿 摁住对方的第七兵啊 主要的思路就是控制住对方 取势 然后圈住对方 然后这个围而不打 让对方的这个局面呢 变得更难受啊 所以这部车第六也是非常厉害的一步招法 对局当中马G7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如果前面车第六啊 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招法 那么下面这一步棋啊 我真的给跪了啊 在这个时候 他走了车到F6啊 那么来吧 我已经无语了 让我放空一秒钟啊 那么车从第一走到F6去啊 我们一般人类的认知啊 F6应该放一个马最厉害 或者放一个象 但是马和象在这儿呢 都不太好放过去 而白旗AlphaZero选择放一个车在F6啊 那么这个思路真的是惊为天人啊 那么这个车在F6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作用 但是呢 可以控制住对方的局面 限制住对方的棋子啊 这一点真是就没有什么用 就是我觉得以我的认知 我觉得这个我看不出白旗的车暂时放到F6有什么用 可能随时要走马G5倒是啊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lphaZero可能看的会更远 一般我们人类骑手啊 是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车置于死地的 我们这种位置叫做车的死地啊 为什么叫死地呢 因为你车不能往回走 对吧 后面都是自己的子啊 那么自己的重子车走到最靠前面 那么往往会成为对方进攻的一个靶子啊 但是在这的时候车D6车F6啊 真的很厉害 那么对局当中后到B7啊 那么也是一步好棋 因为呢 现在白旗要威胁马G5啊 威胁F7 所以后到B7掉住这条斜线 不让你走马G5 有道理啊 那么白旗继续向H6啊 那么AlphaZero继续的来走这种 咸云野鹤啊 这种 就是在云端高高 高高在云端的之上的这种招法啊 那么向H6 又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 就是压制住对方 不让对方走什么H5之类的招法啊 那么对局当中马到D5 那么也许是stockfish啊 我们的小雪鱼 在这的时候终于有点忍不住了 开始要想要去进行子力的交换了 马是D5 向是D5 另外一只车啊 那么走到D线去啊 那么A2不是一个器兵啊 因为你不敢吃 车D7要吃的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旗走了马到E6 来换向 向是F8 车吃F8 那么对局当中后H4 那么向到C6回向 继续后到H6啊 那么后车继续的走到黑格 压制住对方 对局当中 车E8 车D6 我们会看到啊 这三个棋子真的是绝了啊 那么三个据点 但是并没有给 看上去黑旗 现在在这的时候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实际上黑旗 非常非常的难受啊 几乎是动不了的了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α0完全都是这个要你命的这个套路啊 不是说一下要弄死你 而是这个炖刀子割肉 或者是我直接让你瘫痪 让你动不了啊 这个下棋的思路真的是绝了 向吃F3 向吃F3 后到A6啊 那么黑旗呢 想要制造一些反击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旗呢 又走了一步特别厉害的招法啊 冰到H4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又一次看到啊 这个α0是非常非常冷血的啊 那么A2兵 它是不去防守的 并且不去防守 也不去吃对方的D7啊 这个思路就非常的巧妙 那么首先呢 A2兵 不去这个 保护啊 因为没有什么用 因为现在我们的重点 局面的重点是在亡毅 所以你会看到啊 这个如果人工智能以后 这个掌权了的话啊 那么恐怕 我们部分的人类啊 有这个 或者是被在 α0 在这个人工智能眼中 不太重要的人类啊 恐怕就危险了啊 那么这个 后到A6走完之后 你看A2兵 他都不去守 他就是要进攻对方的王啊 因为他知道 他的这个目标所在 H4冲兵 然后去继续挤压对方的王 那么顺便说一下啊 车地期呢 不好 因为你虽然吃掉了这个兵 但是反而呢 去帮对方活子了 对方现在最好的招法 可以后A5 准备将军 或者是把后走到E1 去攻击这个E5兵 那如果你要是回车 守住E5的话 对方车地期 车地8 因为你已经把D7吃掉了 那么对方就可以 跟你在D线上换子了啊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那么 车吃D7啊 是不好的 对局当中走了H4 那么黑旗呢 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 王翼的问题 所以他走了后A5 也并没有吃A2 准备后到E1将军 然后或者是直接走到E1 去来攻击这个E5 那么我们会看到啊 又一点啊 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Alpha Zero完全不练战 虽然他非常美妙的 把这三个旗子 放到了非常舒服的位置 但是他现在觉得 哎 后E1很厉害 所以呢 他直接回车 就是单纯的防守 不让对方后E1 不让对方拔掉我们的E5啊 也是一步好奇 对局C4车第5将军 王道G2C3BC后持C3H5啊 那么这个Alpha Zero 冲起自己的这个H兵 想要继续的动摇 对方的王 车到E7 黑旗呢 必须去来防守 自己的这个D7横线 否则在HG之后啊 白旗呢 甚至可以在G6气死 所以车E7防守 对局当中向到第一啊 真的是绝了 但是这一步招法呢 我觉得很多人类骑手 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应该走得出来啊 比如说 前世界冠军 阿纳托里卡尔波夫啊 他就非常擅长 这种底线的这个运向 我把它叫做桌上弹球啊 这个是向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调动啊 包括我自己的对局当中 我也不止一次的 走过这样的子力调动 这个向走到底线 就像是一个弹球一样 弹出去啊 那么走到更重要的斜线上 因为现在我们的向呢 控制住A8到H1的斜线 但是这条斜线 只是起到防守的作用 没有起到进攻的作用 所以走到第一再B3 我们会看到这个白旗 天马行空一样的想象力啊 非常的无拘无束啊 没有受到任何条条框框的拘束 向到第一 后到E3 向到B3 对局当中呢 车到D8 那么白旗 车到F3 再把车拉回来啊 那么 这个 守住这条斜线 被挡住僵啊 那么对局当中 后到E4 后到第二再撤啊 那么我们会看到 现在呢 在这的时候 白旗呢 又再发起下一波攻势 缩回拳头 是为了更好的出拳啊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 A0就像是一个人类的高手一样 他对式的这个概念啊 非常的了解的非常清楚啊 前面他觉得自己的旗 自己的旗式已经走老了 现在重新再调整自己的子力 让自己的子力再一次配合 聚集能量 为下一波的进攻 再去这个 再去做准备 所以我看这个A0的这个对局 就使我就有一种站在海边 瞭望大海的感觉啊 就感觉这个A0的这个攻势 像海浪一样 一波一波一波啊 永无止境的向对方涌来啊 非常的厉害 那么对局后到G4 向到第一回向 然后瞄准对方的后 那么后到E4 不能够吃H5 因为有车F7啊 闪击 后到E4 H6啊 那么冲兵 锁住对方的王 马C7 车D6 马E6 向B3再回来 对局后E5 终于拔掉了这个兵 我们会看到 现在黑棋多了两个兵了 但是白棋呢 根本就不care啊 因为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有着非常大的攻势 车D5 那么对局当中 后H8啊 那么这部招法啊 应该说 很多人类骑手 应该一看到这儿 就开始摇头了 觉得这后 虽然可能这夫妻俩感情好 但是也没必要 就藏在一起吧 对吧 那么但是在这的时候啊 他后H8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如果你要是 再走后E4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我们就会 占据住这条斜线了 后C3 或者是后B2 那么黑棋呢 也会比较难受啊 所以在这的时候 他防守 后到H8 但是呢 白棋 后到B4 攻击对方的E7车 马C5 那么在这的时候 在少两兵的情况下 白棋 Alpha Zero 再一次做这个局面型的棋子 那么换掉对方的这个C5马 因为在这的时候 你可以看啊 黑棋的C5马实际上是他最好的防守棋子 而且这个马随时要准备吃掉我们的象 在Alpha Zero的这个眼中啊 那么无论你是象还是车 无论你是5分还是3分 对我来说都没所谓 我的目的就是留下最适合的棋子去进攻你啊 去赢你 所以我们人类棋手 可能刚刚是学棋的时候啊 那可能这个每个人都要背啊 都知道这个兵一分 马三分 向三分 车五分 后九分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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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无价等等等等 但是呢 在这个Alpha Zero的这个脑子当中啊 如果他有脑子的话啊 在他的脑子当中 这些子力是完全 这些分值是完全没有限制住他的啊 那么他认为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什么棋子最有用啊 那我就留什么棋子 什么棋子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我就放弃这个棋子 在他的脑中完全没有这个条条框框 完全没有这个子力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啊 以后人工智能的眼中 这些人类无论是高矮胖瘦 俊男美女 在他眼中应该都没有区别的 那么都是这个探机生命 对于这个规机生命来说 完全没有区别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车吃C5啊 非常厉害 那么最可气的是 在BC之后 他居然不去吃冰 后到H4 你来看看他想干什么 那么车一把之后 车F6 这个车呀 我还是第一次看这么用啊 这车放到F6 像一个石头一样 当块石头来用 来堵拽对方家门口 那么 现在这两口子 王和后就都出不去了 车到F8 后到F4 对局A5 G4 D5 向是D5 因为在这的时候 黑旗已经没旗可走了 车D7 回向 对局当中走了A4 如果车D4的话 我们车F7 直接一锤定一 如果你要是车F4吃掉的话 车G7一个双僵 直接就杀亡了 太恐怖了 所以现在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不敢动 只能A4 那么G5 又把对方的后给控制了 那么对局当中走了A3 后到F3 抓兵 对局当中车C7 后吃A3 那么吃掉A3之后 白旗的迎旗就更容易了 回后 然后这个小兵就可以一路往前冲了 对局当中走了后F6 那么在这的时候 Stockfish觉得这个后已经没有用了 但是这个局面就要输起了 那么在A4走完之后 Stockfish就认输了 所以这盘棋看的就是 我觉得让我有一种五体投地的感觉 那我看这盘棋的感觉就像是一个 非常渺小的人类 站在这个大海旁边 看着这个海 惊涛巨浪 一浪一浪的拍过来的这种感觉 那么我觉得这盘对局应该说是 目前来说我看到的是最为精彩的一盘棋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这盘对局居然不是人类棋手下成的 那么我们又再一次回到 我们最开始 这期视频之前 Elon Musk的结论 那么在看完这盘对局之后 你觉得人工智能会比原子弹更加危险吗 好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凯奇 那我们整个的这一套 你必须知道的20盘经典对局的课程 就到这里了 那么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观看 我们在下一期课程当中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